北风圈的白草枝 湖天八月极飞雪 这个冷啊 这个冷啊 今天这个天气好冷啊 大家好 我是大师啊 小姨前几天送过来的养老十六支 正好赶到今天这个天气大降温 而且很有可能飘雪 身为摆放的孩子像这种天气 一定要吃一顿好的 好想下锅嘞 今天咱就做一个养老 三吃 第一吃 红油养老 分出来六个 红油养老一年一次 去年好像也做过 简单 锅里先加水 把养老焯熟 葱姜蒜 爆香 豆瓣酱 火锅料 辣椒碎 料酒 盘水 捞沙 下脑花 再来食盐 鸡精 生抽 蚝油 最后撒点白砂糖 葱 蒜 干辣椒 这个鲜呢 直接煎 天了啊 人家都知道羊肉汤是一句 却不知道这个羊岛煎一下做汤 比羊肉汤还贵 剩下的这五个 直接蒸就可以了 我看来有些东西 不是因为味道的问题 是因为食材的问题 外面多小鸡呢 看来还是不想吃这个羊脑 一脑三吃也行 这东西不是挺好吃的吗 羊脑凍汤 老婆 葱 葱 del脑 这个是蒸 葱油脑啊 清汤脑脑 这个吃得算是最过瘾的 gave it a drink 比羊汤还显得 这是薄荷味吧 哪个薄荷 薄荷 好可怕 真urm八街 这螃子 这个汤给它们留着 估计汤它们能接受 剩下的的 就我来吃匙 吃不下个 养脑花 脑子真是个好东西 肉的时候一样 吃的时候也是一样 红油脑花绝对是最适合我的 嫩香辣 一口一个 咱尝这个清蒸葱油脑花 这个就好比吃刺身 然后多了一个清蒸的步骤 闻到一个阳心味 三味 很嫩和黄 哇 这个脑花它真的是属于极品食材 食材中的极品 刚开始我以为这个 清蒸的这个 葱油脑花 肯定没这个红油脑花好吃 两种不同的感觉 虽然最后就浇了油 这个清蒸的明显感觉给人更高级的感觉 当然了红油就吃起来更过瘾 很舒服 吃饭 脑花饭 你妈坐吧 我坐这就管了 这个鸡肉好吃 这个好了吗 好吗 你吃掉了你饱不了 你妈饭了 你妈饭了 那我都被你吃到什么了 那还有糖 腰毛糖 放到这个辣椅 我来个鸡肉花 你是不是真是香的 我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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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食物 有个鸡肉 我说了 香蝶肉 净了 这个鸡蛋都吃了 超多的 这个很有力气 不得你吃 然后你先走了吧 你买鸡蛋就鸡蛋了 去拍摄蒜的化 indicated了 止到毛怒了 newly baptized 这个 tiver得饱了 不得不饱了 冒了一天就等了 但他也没有了吗 去吃饱了 很多 为什么 不算 不算 只是留下病ieran そう 看看